全球爱好元十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5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总论三 张医师 请您开始讲总论三 好 那我们今天来谈总论三 我们先请莉莉来把原文念一下 十二 总论 三 西医 中医 与原始点医学特色 西医的特色是从果治病 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但西医 从果治病是重医疗 轻保健 并从患处下手 如此 虽可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达到快速解除异常及疾病症状的医疗目的 却忽利了从因可改善体质 达到治愈疾病及抗老增瘦的保健效果 由于医疗 离开保健 改善不了热能不足 所以 通过吸药 虽可暂时抑制症状 却难以疗于疾病 又因从果处理患处 兼顾不了他处 所以 通过手术固然有助于疗愈患出体伤所致之疾病 但未必有助于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况且手术及吸药会严重破坏身体 及消耗热能 对重病患者不仅难以治愈 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综上所述 可见从果治病 必多于力 非治病善法 好 我们先就这一段来讲解一下 这一段比较强调的是西医的治疗 我们来看前文 他提到西医最大的特色 他的治疗就是从果治病 那怎么治呢 他当然要诊断 那诊断是以仪器 以仪器检查 仪器检查出来的 不外就是异常跟组织受损 这个在我们疾病以衰老这一篇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我们身体的变化 不外就是老跟病 那你从体表也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头发白年皮 这个就是老嘛 那如果有症状 比如疼痛症麻痒 甚至体力虚弱 面无光泽 甚至呕吐咳嗽 白痰 这一类 那真一看就知道这是病 但西医却用仪器 一定要看到体内作为诊断仪器 那体内能看出来的 不外就是一些异常 比如说异常我们有分异常形态 比如肿瘤 硬结 肿块 这一类的 体内有一些肿瘤 或是有什么 变化 那另外一个异常就是指数 指数的参考 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那个是以数字来看 这些异常 其实我们原始点把它归到老 另外就是组织受损 比如胃出血 脑出血 骨折 甚至气胸 类似这一类 好 那他检查出来也是一样 体内其实跟体表不都是一样 不是老就是病 所以其实从体表我们就可以推测到 这个病应该怎么治 那原始点在第一篇疾病以衰老都有讲过 你不管西医如何检查 它都是从这些形态 造出来的形态 也就是果去解释 所以跟疾病之因完全无关 那这些老跟病 在原始点就讲得很清楚 所有的果 都是因为体相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以原始点 这样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到 如果能够去改善热能不足 然后把体相用好 让它维持正常运作 这样病自然就可以达到治愈了 身体自己会去修复 那这个是原始点的角度来看西医 所以他们的诊疗方法是这样 然后从果治病 因为他们都是他们没有疾病之因 体相及热能不足的概念 那当然就会造出来 哪里有问题就从患处下手 这是可以理解的 好 那在治疗的第一段 这里要讲的就是强调治疗 治疗其实应该有包括医疗跟保健 但西医只中医疗 保健它这一方面 确实是很看清 其实根本来说 西医是没有保健的 那保健我们之前也有讲过 包括外内热源 这些都是保健方法 甚至运动 这些也是 然后心情 强调心情的改善 生活的规律 这些都是属保健方法 但是你去找西医 他不会跟你讲这些保健方法 而一定会强调 你这个病一定要怎么治疗 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也因为他没有疾病之因的概念 因为他都是以仪器造出来 仪器造出来就是果嘛 一定是从果下手 那果也就是哪里有问题就处理哪里 所以是从贯素下手 那如此虽可以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譬如你有肿瘤 我一割马上就好了 那你有五折 那我把它稍微手速 把钢钉什么固定 这个都可以改变 来达到快速解除异常 及疾病症状的医疗目的 我这里写的是用改变 而不是改善 改善是身体能够自我修复组织 然后让这个整个运作顺畅 这样才能够达到根治疾病 但西医从果治病虽然快速 但也已经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到 西医的处理方式 却会带给一些破坏的副作用出来 所以这样忽略了从因改善体质 也就是忽略了保健 保健其实是最重要 我们原始点有讲 尤其到重病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保健内外热源的话 那你热能会消耗得更快 那有热能则生 无热能则亡 从这里来看 所以为什么很多西医治疗 虽然可以改善症状 但人却体力越来越差 就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这里接下来就是在谈 医疗如果没有保健 他会怎么样呢 他没办法改善热能不足 那没办法改善热能不足 身体吸修能力就会 因为热能是推动我们组织器官 维持正常运作 所以你要正常运作 才可以吸修这些 包括你吃吸药 这些药效要发挥 还是要身体来维持正常运作 那背后就是要靠热能来推动 那你没有了热能 如果身体吸了 他怎么吸修呢 所以有些吸药 变成到最后没办法改善体质 他只能控制症状而已 这样疾病很难根治 然后再来如果以外治法来看 这是谈的是内治法 用西药来吃的 那从外治法 他因为造出来哪里有问题 他就处理哪里 那从果下手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 比如他树体伤好了 他树体伤 如果他造出来 比如说我手麻 那西医就会找 虽然他也是找他处 但是手麻我们都知道 大部分都是体伤 尤其在手背 如果手指麻 那他的开关就在手背部 那你只要按几下 有时候就改善 但西医不是这样处理 他去用仪器检查 说你颈椎哪里有压迫 然后他就直接从患处下手 那患处下手 开刀风险性又大 破坏性也不小 那处理完 你还要休息 休息之后 手麻是不是能够好呢 也未必 如果他真的 如我刚刚所说的 很多手指麻 根本就是大开关按几下 就能解决的 那他是在手背部 他就开到颈部去 那对他患者 怎么会有帮助呢 那除非说骨折 照出来骨折 就是从患处下手 那这样还可以说 那万一是属他柱体相引起的 我刚刚讲 像手指麻 甚至手指痛 这些跟这些 照出来是没有关的 我们之前也 在疾病以衰老 也放一个案例 足弓痛 但足弓痛很简单啊 就是脚踝那里 揉几下就可以改善 但西医却照他的脊椎 说是因为脊椎压迫所致 就开完刀 足弓痛还是没有好 所以这一段提的 很多都是临床案例 他们太重视这个仪器检查 而不知道原来这些体伤 还有一些大开关 你只要按一下体伤 让身体那个痛点找出来 然后有痛 他就会让促进周围的循环变好 那至于身体就可以修复 但他没有这种概念 反而把它复杂化 这样复杂化之后 风险极大 然后也未必能够 真正排除患者的他处体伤这个病症 这个是蛮可惜 所以在这一部分 我们也看到西医不是没有看到他们的缺食 所以我也看到很多西医学中医针灸 为的就是解决他处体伤 把穴位 增一下 结果他的一些麻痛 就改善 这个都可以 在在可以看出 这个是西医的短板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那如果开刀 牵扯到开刀 其实破坏性实在太大 那个伤害身体很大 飞到不得已 绝对不能开 然后还有西药也是寒凉 你长期吃也会破坏身体 何况有时候手术还是要配合西药 麻醉剂这些蒸剂 都会伤害 那西药也是寒凉 都会破坏体质 消耗热能 那一般人可能体力好 还没有什么事 但万一你体力已经很虚了 经过这样的治疗 不要说好 我看连生命都会赔上去 所以基因以上面所讲 这些从果治病 其实必多以利 风险实在太大 所以不是治疗最好的方法 那我们一开始头就有讲 如果以原始点 那所有病都是体伤及热能不足 变得很简单 那你只要去找大开关 就可以解决很多的 体伤的问题 那如果再能懂得配合热源 包括重病患者 他热能够 他也可以达到自我修复 不只能够保命 还可以甚至疗异疾病 所以从这里来看 马上我们就可以说 这样看起来 从果治病还是必多以利 不像原始点是从因治病 所以它不是治疗最好的方法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诊疗 好 再请Vili来念一下 西医在诊疗上是重疑器 轻症状 医治检查结果 不仅与身体的真实状况 常有出入 此即身体有症状 检查却正常 身体无症状 检查却异常 也与医疗治病 常有矛盾 此即身体有症状 又检查出有异常 此异常 常被认为是疾病之因 而需治疗 但异常 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俗果而非因 所以即便经服药 手术使此异常恢复正常了 症状却未必改善 或身体无症状 却检查出有异常 此异常常被认为是疾病本身 而需治疗 但此观点与医疗目的相左 因为异常 既非症也非状 所以是老而非病 出了异常 并非治病范畴 归根究底 产生这种与事实不符及矛盾脱节的原因 在于仪器检查出来的一场 并非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 那我们来看这一段西医的诊疗方法 这一段比较偏重于诊断 因为前面是在谈西医的治疗方法的一些弊端 那这里在诊断上 他们西医跟中医最大的不一样是 中医是以症状为主 那症状一般人都知道 比如说刚刚讲的疼痛症麻痒 你自己都可以感受到 所以自己有没有病 怎么会不知道呢 如果像皮肤病 起疹子 这些一看就知道了 或木疮 已经都有伤口了 那这些状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个就是病 但问题来了 西医 他的这一套理论 他们是以仪器为主 仪器造的 才变成他们诊断的医剂 但问题就来了 这样检查的结果 常跟身体的状况有出入的 我们这里就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身体有症状 去给西医检查 想找出这个症状 到底是什么引起的 结果西医检查却说 你一切正常 比如说我头很痛 你去西医那里 西医说要不然我们脑部 我们来照一下或是检查一下 结果检查不管指数也好 什么照的影片也好都正常 他说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他没有问题 问题就是患者常常头痛 痛到不行 这个就可见那个检查跟实际的病情 常常您是有矛盾 那或是身体没有症状 身体也很健康 但因为去健康检查 而却检查出有异常 这个也是常常见的 那这种检查的结果跟实际的情形 常常是充满矛盾 这个我们也说 其实西医是颠覆了我们以前 长久以来的知识 我认为人本来是活得很自在 你有没有病 当然病人最先知道 现在反而是患者 常常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病 一定要去给西医看 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 就是已经开始相信西医那一套 冷冰冰的机器 以为这个机器才能判定 我有没有病 那大家就开始活得不自在了 其实有没有病 怎么会一定要 医器来检查呢 那如果古代没有医器 那这些医师又是怎么来的 当然医师一定是要先有病人 然后我们人才去努力 去研究到底这个病是什么造成的 然后再来想方法 所以一定是先有病人才有医师 哪有我们先有医师 发明了一套医学的理论 然后以后你来了 就照我的理论 这样来判断 你有没有病 有医师我讲的算 这个逻辑上是很颠倒的 从这个医病的关系来看 这也是不对的 但很明显的 西医是主流医学 他讲的就算 所以现在产生了这些矛盾 他们会不知道吗 他们也知道 那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就不追究 反正就是照我们的原理这样 好 那他们又有一套自言其修的方法 那我们从他的医疗治病有矛盾 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也就是检查出来 然后他在治疗 这中间充满了太多的矛盾 比如说 第一个身体有症状 那有症状去检查 果然检查出有异常来 不管是异常指数 或异常形态也好 那就确定 你这个症状 比如说你头痛头晕 那检查出来 刚好你有血压高 异常指数 那他一定会说 哎呀 这个异常啊 就是你疾病之一 你头痛头晕 就是有血压高引起 好 那这个说 就从血压来控制 他们治疗方法 从诊断到治疗 是这样来的 但我们也知道 那个检查出来的血压高 是一个异常指数 这个指数 它根本是果嘛 不是因嘛 因是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包括血压高也是 那头痛头晕也是果 那果与果之间 怎么会有因果关系 所以这个我们之前都有讲过 这个根本就是倒果为因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西医采取这样的治疗 他就用控制血压的 来治疗患者 那吃下去 可能里面也有一些 止痛止晕的药 所以吃下去 感觉血压也降下来了 也可以降下来 头痛头晕也可以暂时缓解 但药效过了呢 他又来了 所以这样的反复 对患者而言 是没有意义 只是在控制你这些症状 何况有些降血压要降下来 头痛头晕还是在 所以这个 有时候他们即便服药 还有手术 比如说手术 检查出来 关节变形 椎间盘突出 就像我刚刚讲 也开刀了 结果症状没有办法改善 我刚刚讲 如果它是属他处体伤 很多从患处下手 是没有效的 那同样的 需要也是一样 它没有办法改善热能不足 来让组织器官维持正常运作 达到自我修复 如果一味药控制 那当然症状也未必改善 因为它是从果下手 这里也从 从这里其实已经看得到 检查出来是果 另外一种果 那你疾病也是另外 不同的果 那果跟果之间 竟然没有因果关系 他第一方面又要处理 等于你的病 原来的病 不一定能够治好 但你已经又开始 转移另外一个目标 在治疗西医 仪器检查出来的 认为那个也是一种病 那又开始在治疗 那原来这样治疗 仪器检查出来的 他认为的病 对原来的病有没有帮助 有时候是没有帮助 所以这个 就是充满矛盾 症状 你检查出来 结果这样用 症状也未必改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下面也是举例 他说身体 是好的 健康的 他没有症状 他却检查出有异常 这时候 西医认为这个异常 不是疾病之因 比如你有高血压 结果你 没有身体 没有头痛 头晕 没有其他的症状 那这时候 他就不能说 我帮你检查出 这个是疾病之因的 他会改口 如果说是疾病之因 那我没有疾病 那又是什么因呢 讲不出来 所以这时候他们会改口 而这时候的异常 他们会认为 他本身就是疾病 那疾病就需要治疗 比如说你没有头痛头晕 但检查出来却有高血压 那西医还是不会放过你啊 他说那这时候你一定要吃药 要不然以后会头痛头晕 甚至会脑中风 就开始篇出一套未来的故事 让你还是要吃吃药 那这个就是当你没有症状的时候 检查出异常的时候 这时候的异常 就是疾病本身了 而且面试 因为你有症状 然后又有异常 这时候的异常 就是疾病之因 所以他们的标准 其实是不定的 会随你的去看 然后讲不同的话 那问题就来了 这些治疗 如果他没有病 那没有病 只是检查出身体有异常 这些异常我们前面讲 世俗衰老 那跟医疗治病是 有违背的 这里我们就举 异常 他既非症也非症 所以他是老而非病 处理异常 并非治病范畴 这个在疾病与衰老 我们也是这样讲 身体所有的变化 不是走向衰老 就是走向疾病 那至于两者怎么变呢 取决于症状之有无 如果他有症状 他就是有病 如果没有症状 不管是检查出来的 或是怎么样 那都不能生病 那身体的变化也好 形态改变也好 那个只能说是衰老 标准是一样的 那同样的 异常指数像高血压糖尿病 他本身是根本没有症状 那怎么会是病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当然认为他是老 那从这里就看出来 西医的目的 医疗的目的 是要解决疾病 他们不是要解决衰老 他们也知道衰老是不能解决的 这个跟原始点是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原始点他认为 疾病也好 衰老也好 他都是有体相及热能不足所致 他的因都一样 所以你只要改善因了 疾病不但会好 而且连那个衰老 他也有些都可以好起来 一样的 所以他可以同时治疗 原始点当然开始也是 如果自称为一个医学 他当然也是要解决疾病 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 却发现老跟病 其实都是同出一眼 只要那个源头改善 其实老病都可以改善 所以可以 不只防治疾病 还可以达到抗老征兽的目的 也就是在此 那西医因为从一开始 检查就出现了问题 他把老病都用仪器来检查 把它通通归于仪 有问题 有时候说是疾病之一 有时候说是疾病本身 这些说法也不定 然后有时候跟实际情况又不能配合 之所以会这样 总归一句话 这就是下面讲的 好我们来看书本上的下一句 归根究底 产生重以事实不符及矛盾脱节的原因 在于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并非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 简单讲它跟疾病根本都没有关系 他们说疾病之一也是有问题 说这个就是疾病也是有问题 那就是老嘛 老要不要治 不需要治疗 你一个正常人你怎么会去量血 如果你有什么不舒服 你只要从体伤下水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会有这些问题 就是诊断出了问题 他们医学自己 拼了这样的一套理论 然后叫人来适应这一套理论 跟以前中医是 人生病了 患者也知道 然后才要跑来找医生 那医生为了解决他的病 来开始来分析身体为什么会造成这样 刚好相反 西医是一套理论 然后你只要进来就照我这一套理论 套到患者身上 那中医也好或原始点也好 是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所以你只要病人来 那我们就会考虑你的体质 种种情况 然后再配合你的身体 然后开出最好的诊断跟治疗的方法来 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这些都是基本的 就是西医跟中医也好 原始点医也好 最大的不一样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 我也一直在思考 因为西医 他一开始 比如解剥学就好 这些解剥学是从死人身上去解剥的 所以西医研究得很清楚 整个结构啊 身体的结构 组织器官啊 怎么样的构造 然后就开始想象 他们应该是怎么运转 然后来达到 他的理论的慢慢完整性 是这样来的 还有原始点 过中医都是 因为病人是活人 不是死人啊 所以来的时候 都是以病人 那个感受 然后比如说 口干舌燥啊 怕热啊 那中医就变为 这个可能就是热症 那如果他怕冷 然后平常 脸色苍白 不喜欢喝水 中医就判定为 这个是寒症 那就要用一些温药 类似这样 那原始点也是一样 是以病人来判断 比如说 我们原始点 最大的特色就是 你哪里有痛 我们找开关 我们知道开关 是在一条脊椎脊七处 然后 他哪里痛 我们就找究竟的原始点 来找他的压痛点 那如果找出来 按压 他痛 这里特别痛 那你从这里下手 他的症状 很快就可以改善 但问题 如果照西医这样的研究 就出现问题了 你是从解剖学 如果这些都是 冷冰冰的尸体 那我问各位 如果原始点这样去研发 原始点能研发出来吗 当患者你说要研究手指头 如果有症状要怎么来处理 你会想到吗 会去找痛点吗 因为你按了 死人也不会告诉你 这里痛 那里不痛 他不会告诉你的 那你怎么研发出来 不可能的 所以 从原始点的角度 一路这样研发下来 这才是最大的根本 原来西医 它的架构 从解剖学开始 然后在 这些解剖学之后 再发明一些仪器 科学仪器 再把科学仪器套进到 他们从死人身上 找到的很多答案 然后再来套 所以这一套进去 完了 很多体质的东西 他们都没有了 比如说 在中医 你生产之后 要补叶子 做叶子的时候 要吃补药 西医科不管你的体质 它一定怎么样 你含的也可以吃 水果汁也可以喝 都百无禁忌的 这个就是 从活人跟死人身上 最后 就会发展出 不一样的说法来 那我认为最大的 西医科之所以会 以仪器检测 作为诊疗的医境 应该也是从他们 这一套理论 开始从解剖 一路来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中医跟原始点 它的诊疗特色 是在哪里 虽然中医 与原始点医学的特色 都是从因治病 以症状作为 诊疗对象 但原始点 只通过观察症状 就可推断 疾病之轻重 及提伤位置 以决定按推 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随时理论 与临床 能紧密结合 形成简易而有效的 诊疗合一 此不同于 中医是通过观察症状 外治法 以经络理论 决定学位 而给予针灸 内治法 则以四诊心法 分辨体质 而给予中药 虽是中医 针对外内治法 形成两种不同的 诊疗体系 在治疗上 中医是通过 一针二九三用药 原始点 是按推 与热源病用 相形之下 原始点 通过按推 其位置的压痛点 不仅可快速解除 他处体伤 使疾病消灭于瞬间 或无形 还可分辨乙病 或未病之提上位置 使诊断与治疗 能一步到位 通过热源之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 既可大面积用于体表 又可借由灌肠 喷鼻 吸烟等用于体内 使热源直达提上位置 直接温暖组织器官 所以 二者病用 且配合其他保健方法 就可加强 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 无病 可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 有病 可素育疾病 使患者 转微为安 此既不同中医 针刺穴位 只能解除病症 也不同中医 外热源之爱旧 虽可用于体伤位置 但以面积小 且时间短 以致疗效受限 难以发挥 又不同内热源之中药 虽可改善体质 但不能直达患处体伤 以致疗效缓慢 难以应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开始 再谈诊疗 好 那 从这里 这一段开头 就是说中医 跟原始点的 诊疗方法 那他们的特色 都是一样的 都是以症状为主 然后治疗方法 是以从因治病 那 这里看似都一样 但是 这里面还是有不一样 所以 这里但 就是我们先谈原始点 原始点 它也是通过观察症状 中医也是通过观察症状 那原始点通过观察症状 马上就可以推断 到底你疾病 是轻还是重 还有 也可以 从 这样的观察 就大致可以推断你体伤的位置 那这样 可以看到疾病的轻重 跟体伤的位置 就能决定 到底 是要以 按推为主 还是以 热源为主 所以看完 就能马上有一套 一整套的治疗方案出来 这时候 也就是我们的理论 跟临床 其实根本就是紧密结合在一起 然后这样形成 诊断 跟治疗 是非常合一的 这样非常简易 而且这个方法是非常有效 所以这里我们就来细细的看一下 为什么通过观察症状就可推断疾病之轻重呢 这个在诊断与治疗这里有谈到 只要病人体力虚弱 如果有这个情形出现 那我们就判断为重病 那重病的时候 我们处理一下 就应该是以 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那如果患者 没有 也就是体力都很好 没有什么问题 他只是身上有一些症状 那这个我们称为轻重症 那轻重症 就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主 那从观察症状 也可以看出他体相位置 比如他一看 他体力很好 比如我们举轻重症来讲 先判定 到底是重病还是轻重症 来决定热源跟按推的 最重要的治疗原则 那再更细一点 比如说要按推了 那怎么来变体相位置 比如说他这一个人 比如说他感觉 脚踝痛 或膝盖痛 那我们很简单 我们就 马上听完 我们是不是脑袋就 以原始点 如果你又熏悉过 马上一听 这是轻重症 他症状在哪里 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找到大开关 那因为前面已经排除了 这个如果不是重病 那我们就可以安心的 先帮他按推 那膝盖跟脚崴 臀部原始痛点 你只要把它找出来 按推一下 就可以立即改善 所以当你有这些概念 然后能分辨重病跟轻重症 然后再来从重病或轻重症 他们的症状 到底体伤位置在哪里 也就是我们原始痛点 在哪里 可以找得到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距离患处最近的 那个原始点 然后在原始点的位置上 找压痛点 那找出来 帮他按推 这个他的症状就可以改善 如果没有改善 这个就是属患处体伤 再转患处周围 找患处压痛点处理 所以等于你在问患者 他跟你讲这个过程中 你已经可以推断 这个是不是重病 这个大概体伤位置在哪里 需要按推了 所以所有的治疗原则 都已经在你脑袋 所以原始点 为什么他的理论跟临床 事实上是完全紧密 结合在一起 完全紧密 不会说说一套 然后做一套 不会这样 比如中医可能万文问切完 四诊心法完 他要开药还要分阴阳虚实寒乐 那个观念后面还很复杂 甚至经络怎么走 归经 比如外治法 那经络怎么走向 你才能够找到 所以中医确实比较复杂 那后面我们会讲到 所以从这里来看 原始点它是很自然的 从观察症状 到最后来推断疾病的轻重 跟体伤位置 然后你就知道怎么治疗 所以他的理论跟临床 完全紧密结合 然后最后形成怎么样 简易而有效的 诊疗合一 诊断跟治疗 根本就合在一起 像这样合一的 诊疗合一的 以现有的医学来看 也只有原始点 确实是这样 你西医也不能做到这样 你看身体健康检查 检查出来有病 几天后又回诊 那西医才告诉你 应该怎么治疗 很复杂的 中医还要望文问切 把个脉 然后想了老半天 原始点不用 在谈话的过程中 很快就可以厘清 所有的事情的真相 那该怎么样处理 都不会再花时间 哎呀伤脑筋 我应该这个要怎么治疗 是要针还是揪 还是要用药 不会有这种 原始点 他按推热源 他已经知道 应该哪一个先 哪一个后 然后他是病用 所以就很简单 就可以做出来 这也是 从这里来看 虽然中医跟原始点 医学的特色 都是重因治病 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但很明显 原始点的诊疗 跟其实跟中医 跟西医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好 那这样的方法 跟西医就不用讲了 那个差别实在太大 我们刚刚已经讲 西医如果是从死人身上 一套的理论 这样研发出来 跟原始点 他根本就是不相容的 那如果 同样是中医 都是以症状为主 那也 中医就没有这么简便 他没有办法形成 简易而有效的诊疗合一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下面 下面这一段就在谈这个 此不同于中医 通过观察症状 一开始是一样 他也是观察症状 但是他开始分了 如果你是外置法 譬如哪里疼痛 他就 你哪里痛 他要解决你的疼痛 症的不适感 他就会判定 你这个部位 以经络理论 这个应该是 是属于哪个经络 那应该取哪个穴位 所以 等他们判定了 才会帮你争斥 所以他们的外置法 是以经络理论 作为诊断依据 那内置法就不一样了 我刚刚讲的 那如果内置法 你跟他讲 我胃痛 那如果他是要开药 他就要变 望文问切一下 看到底你体质是属于寒 还是热 是属于阴还是阳 是属于虚还是实 哇就太多的一些想法了 那这样辨别出来 他最后 虚实寒热变出来 他才会开中药给你 这样我们就看出来 原来中医啊 他外置法跟内置法 的诊疗体系是不一样的 不是像原始点 他诊疗体系完全一样 你也不用分外 也不用分内 然后你只要讲完 那该怎么样 因为原始点 按推跟热源都是一致的 他是病用的 那只是熟先熟后而已 那中医不是哦 他不一定是病用的哦 他有 有些人你去中医诊所 有些医师他只有开药 而不帮你针灸的 有 同样有些 医师会帮你针灸 甚至推拿的也有 但是他不帮你开药 也有这样的医师啊 所以他们未必是病用 当然也有医师 又开药 又帮你针 又帮你揪的 当然也有 但毕竟比较少见 所以从诊断来讲 这个中医就复杂了 他已经形成不同体系 因为外治法内治法的不同 所以他就有经络理论 还有四诊心法来作为诊断 这个就是中医 为什么很多人读中医 读了一辈子未必读得通 太复杂了 那 至于 下面我们 这里谈的是诊断 知道中医 他的诊疗体系 原来是有两套 那也不像原始点 是诊疗合一的 那就更简便 也没有所谓的两套之说 那在治疗上 中医跟原始点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中医 我们知道他的治疗方法是 一针二咎三用药 那原始点是按推与热源并用 如果这么分吧 针 就是按推的话 那这个 就有一点 类似了 所以我们说 原始点跟中医很多是相似 但 其实内涵又很大的不一样 好 那原始点的按推如同针 那灸跟药如果把它算是热源的话 那就是外内热源 那不就是跟原始点一样的吗 但真的一样吗 这个我们下面就在讲 好我们看下一段 相形之下就是我们来比较 其实还是有不一样 那我们先谈原始点 那原始点 原始点 这里指的当然是医学 原始点医学它是怎么样 通过按推其位置 那原始点医学它的位置 如果原始点医学 那就是这一套的处理方法 那如果狭隘的又可以指 而它是位置 那原始点的位置 你找到压痛点来按推的话 它可以达到怎么样 很快速的解除多数体伤 你把大开关找出来按一按 很多多数体伤的疾病 就马上可以立即缓解了 也可以让疾病消灭于无形 为什么呢 你即便没有病 好 那我们平常就一条脊椎脊七处 找出压痛点 如果有压痛点 那代表你有体伤 只是现在疾病还没有出来而已 那我们先把体伤解决 那不是致疾病于无形吗 这个就是致胃病 也就是中医讲的相公致胃病 那原始点你看光这样找出 从原始点位置找出压痛点 这样一按推 就可以达到致疾病 致胃病 然后又可以分辨胃病跟乙病的体伤位置 所以他的诊断跟治疗 根本就是一步到位 你在按推的过程中 既知道他的体伤位置是在他处还是患处 也可以知道胃病的体伤 可以马上处理 然后这些同时治疗一步到位 那跟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那这里谈的是按推 我们刚刚讲的 中原始点它按推跟热源是并用 那现在来谈热源 热源它最主要还是通过姜 姜的应用 姜的应用可以大面积涂在体表上 也可以借由姜汤 比如说灌肠 喷鼻 洗眼的 用于体内 这些都可以 那这些都 原始点已经改良到使热源可以直达体伤位置 比如说灌肠 喷鼻 洗眼 这个用于体内就是内热源 但是中药的内热源有没有办法直达患处体伤 它是没办法的 所以这个也是原始点 比较改良那外热源也是它可以大面积涂姜粉 那中医的灸就没办法做到 它的灸只有一个点位上 穴位上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 所以两者配合 这里二者并用指的就是按推跟热源并用 并配合其他保健方法 比如说运动啊 心情良好啊 充分休息啊 这些都是属于的 那配合这些生活的规律 就可以加强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你哪里体伤 就不一定要直接喝药 因为它是全面改善体 你可以局部去加强它 从而达到 无病可抗疗征受预防疾病 有病可疗愈 来我们看下一页 有病可疏愈疾病 使患者转为为安 好 这里是讲原始点的处理方法 那跟中医有什么不一样 好 这里就讲 此际不同于中医针刺穴位 只能解除病症 好 中医针刺穴位 当然它没有诊断的功能 它没有 不可能做到诊断跟治疗合一 它不可能达到这样 而且它也只能治疑病 不能治慰病 那原始点还可以达到治慰病 这是两者最大的不一样 好 那也不同于 中医外热炎至艾灸 虽可用于体伤位置 但面积小及时间短 我们前面也有讲 艾灸它真的 烧的时间只有差不多一个小时 差不多就烧完了 那还有烟雾弥漫的问题 然后它一个 你艾灸点燃之后 它那个面积非常小 能温灸的点太小 那这样 疗效当然不能发挥 我们前面就讲 如果这样 所以它难以 大范围持续地改善体寒 它没有办法做到 大范围持续地 因为它时间短 去改善我们的体寒 这个就是它的疗效受限的地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内热源部分 好 那内热源之中药 我们前面也有讲过 在医疗与保健 它不能直达患处体伤 这是它已经内热源 都是喝进去 你把中药喝进去 它就是全身跑 所以它虽然可以改善体质 但没办法做到直达患处体 想像我们前面讲的 洗盐喷鼻灌肠 它是没办法做到的 那这样遇到紧急患者呢 哇 它就缓不济及了 因为中药你要改善体质 达到改善体质 它需要的是 持续的 很久的 时间要蛮长的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就缓不济及了 好 那这是原始点 虽然他们诊疗方法 看似一样 都以症状为主 都是从因治病 但其实是从内涵来讲 是不大一样 那最后我们再总结吧 总结就是我们下面 请Vili再念一下 由于原始点医学 知诊断与治疗融合为一 医疗与保健相辅相成 外肢与内肢相配合 体伤与热能不足 兼顾处理 并以保存生命为先 解除症状局次 故可大幅提升治疗的安全性 及有效性 再者 原始点医学 是以按推与热源做出来的 其因缘国理论 及诊疗方法 就是在此实证基础上 总结深化而成的 务求与实践相一致 一及说出来的 就必定能做到 故能一以贯之 无自相矛盾与对立 使理论与临床 诊断与治疗 医疗与保健 获得了高度的统一 那前面也把西医的特色 诊疗的特色 讲了 那再来也把中医跟原始点的特色 做一个比较 那这里最后就是整理出来 原始点 又跟西医也好 中医也好 很多是不一样 那也是因为它的不一样 所以这里谈的 它哪里不一样呢 就是诊断跟治疗融合为一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 医疗与保健 指的当然就是按推跟热源 这些相辅相成 那它外治跟内治 其实也是互相配合 本来是没有分的 不像有时候中医 它是开药 有时候又只有用针灸 他们不一定是同时配合的 那原始点一定是 来一定都是这样做 所以不只可以兼顾到体伤 也可以处理到热能不足 那这样做下来 因为原始点 它比第一个诊断就是 看你热能够不够 也就是你体力 如果体力不好就是重病 为什么 因为重病没有体力 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它在判断上 都是以体力最优先判断 患者来看 先看有没有体力 所以它最后是先以保命为主 其次才是解除症状 所以当然最后的 就可以做到怎么样 它的治疗的安全性 是最为要求的 然后也因为这样 它从大开关怎么样 下手 到底要先按推还是热源 它都有一套治疗准则 所以当然也可以提高它的有效性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好 这里 其实原始点 它跟别的医学最大的不一样 它是做出来 不是读出来 不是先有一套理论 那人们才去研究这一套理论 然后再慢慢应用到患者身上 不是这样 原始点医学它就是一开始 就是在人体早开关嘛 然后再懂得最后发明各种热源 然后来让按推跟热源 同时来改善体伤的热能不足 在这样的基础上 做出了很多的患者出来 所以它最后开始 要把这个过程中 如实小写下来的时候 它就是以因缘果的理论 还有它的诊断方法 就是到底我是怎么样来治疗的 这个整个 讲现在我们的一些 像工业规范一样 SOP一样 它就写出一套 它应该怎么做 它的程序怎么样去变 所以它完全可以怎么样 在这样的基础上 自然能够怎么样 做的跟实际的 讲的跟做的是一致的 它中间不可能有冲突的 我们再继续看下面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 它的理论跟临床 诊断与治疗 医疗与保健 根本都是高度统一的 我们刚刚讲 从一开始 原始点的理论跟临床 就紧密结合在一起 然后形成 简易而有效的 诊疗合一 那医疗与保健 那医疗与保健 我们说按钮与热炎 根本就是病用的 所以 然后这之间 彼此关系 诊断跟治疗 医疗与保健 又紧密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们三者 然后让民众 然后让民众能够很快的 把医学的精华 学到位 然后就可以帮助其他人 扫掉很多学习的 医疗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 总之 原始点医学 是一门安全而有效 简易而环保 非药物 又非侵入性的 生活化医学 他诊疗合一 大爱违心 返普归真 回归自然 离象探元 挂繁为减 一学一用 便于普及 不仅可让民众 掌握健康自主权 还可节约大量资源 降低医疗费用 减轻环境污染 为子孙后代 留下一片净土 一条活路 好 这一段又是 从上面的 做一个总和来讲 它总体来讲 原始点 它确实是一门 最安全有效 为什么安全呢 因为它也不是药物 也不是侵入性 所以安全有效 然后又简单 易懂 不会分得很复杂 然后因为它简单 又非药物 又非侵入性 所以它没有一些 比如药物的仪器的问题 来污染土壤 我们的环境 也不会有一些医疗废弃物 像针 针啊手术刀啊 那些废弃物 都不会有 所以它是完全都 比如说它应用的 比如姜也好啊 还有按堆 这个也没什么废弃物 所以非常环保 所以而且这些热源的使用 包括灯灶啊 或是一些电热器 电热吹风机 种种 都是在生活上都可以找得到 好我们看下面 所以原始点 它这一套医学 确实跟别的不大一样 那为什么要做到这样 当然我们前面也有讲过 我在总论二的时候也有提到 它这么简化 然后做到生活化 就是要让所有的医学 能够走出医院 然后进入家庭 落实于生活中 简单讲 也就是你生病了 不要再去跑医院诊所 你在生活上 你周围的 利用周围的东西 你就可以自救 找最简单的方法 不过当然 找的 如果到重病的时候 有时候就要慎学 譬如这里面 在谈内热源的时候 光姜的品质就有分很多 所以患者有特别提 一定要以基金会 推荐的姜为主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 好那我们继续来谈 他诊疗合一 这个前面已经讲了 然后更重要的是 操作者 他一定要 有大爱为心 或是病人也是要 不要一直老是自己的病 多严重 如果你有大爱之心 你不会只有想到自己 你还会想到帮助别人 不是只有照顾自己 还可以去帮忙人家 这样 如果有这样的心态 反而病情好得更快 那 反普归真 回归自然 因为原始点 它没有什么蹊跷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昂贵的机器 什么都没有 它都很自然 就像按推的功绩 就是你的手啊 你永远不会忘记带 不像中医 你去外面 想帮人家治病 还要带针去 万一哪一天出去 你有遇到病人 你根本不可能 随身带针灸的 那这个时候 都是原始点的天下 它工具随时 绝对肯定是 不会忘记带的 随时再生 然后要用 你马上就可以用 然后找出大开关按推 有时候急救 就是这样就来 然后它回归自然 离相探源 它懂得很多症状 都是果 是假象的 我们早期讲 这些症状都是 影子 然后你一定要去找开关 就是本尊 早期我们解说 还有这样解说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 本尊症的不适感 多属他素体伤 那你一定要 在患出相对应的原始点 位置找痛点 压痛点 那这样去按推 就会好 这个就是离相探源的 找到疾病最源头 这样才能够 治疗得快 那这样也不复杂 比如说 你看你手指头痛 那你往上找 手背部就是开关了 那手下手 就是手肘以下到 手背 手在痛 那你往上找 就是手肘的开关 很容易找得到 你也根本不需要记 所以把复杂的理论都简化 然后民众很容易学 也很容易用 所以很容易推广 很多人很喜欢原始点 因为一学上 就是这么简单 你也不用带针 然后一遇到什么症状 你马上知道开关在哪里 那马上要懂得帮他 怎么样去找出压动点 然后再配合乐园 这样很轻易就能化解 很多疑难杂症 所以这样就不仅可以 让民众怎么样 掌握健康自主权 他真的可以自己帮助自己 不用说生病了还要 其实不仅可以这样 还可以帮助别人 然后再进一步才说 这里如果要讲 不仅可以 民众掌握健康自主权 每个民众的健康 都可以把握住 你可以自立而立人 自救而救人 那进一步还可以怎么样 我们刚刚讲 他可以节约大量资源 比如现在我们的医学 我常常光研发一些生技化学之药 都要投入很大量的人力物力 还有费用 这些原始点根本不需要 他就很简便 所以这些也没有 可以节约大量资源 然后降低医疗费用 还可以怎么样 减轻环境污染 刚刚讲的一些医疗废弃物 这些都可以减少掉 然后可以为我们的子孙后代 不要让这片土壤污染 留下一片净土吧 然后以后生病了 还有一条活路 可以不用靠医院 这样靠自己在生活上 就可以找到答案 所以这个才是 在我看法就是 这才是最好的医学 好 那我们总论三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总论三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